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育部 工信部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通知 力争利用五年时间 推动一千所以上高校 支撑服务一万家以上企业 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 共同推动校企深度融合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 我国主产区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 收购进度已过四成 11日 我国第二个国家植物园 华南国家植物园在广州接牌成立 规划总面积319公顷 迁地保育植物超一万七千种 11日 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在福建平潭正式列边 满载排水量6600吨 能到达全球除南北极以外的所有海域 接下来是一组资讯 河南11日发布公告 瑞宇州新民生村镇银行 上蔡惠明村镇银行 这城黄淮村镇银行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账外业务客户本金 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工作 湖北武汉武昌区11日通报 武汉大学出现一例霍乱病例 目前患者病情已得到控制 症状已消失 该生密接三人已转至学校隔离点集中隔离 就有新冠阳性康复者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上海11日表示 各用人单位应一是同仁的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 不得歧视 甘肃兰州通报 城关区延长路街道九州幸福院小区等15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 安宁区培离街道西北师范大学知行学院等4地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安徽宿州11日通报 宿州四线连续4日无社会面阳性感染者 将于14日临时解除静态管理 日前 吉林检察机关依法对全国政协社会合法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傅政华涉嫌受贿迅思网法案提起公诉 近日 我国科学家在云南首次发现了约3.91年前的盔甲鱼类东方鱼 代表了一支塞囊数目最多的盔甲鱼类 塞囊数目最多可达45对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系列活动米于7月28日至30日在湖北武汉举办 当地时间11日 斯里兰卡总统哥塔巴亚拉加帕克萨已通知总理正式宣布辞职 莫斯科时间11日70起 俄罗斯向欧洲输气的主要管道北溪天然气管道开始年度维护 已暂停输气 下面是一组服务信息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1日消息 北京2022年共有606人拟取得落户资格 11日至18日 名单在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首都之川公事 中央气象台11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11日20时至12日20时 甘肃东南部 陕西中部和西南部 山西南部 河北中南部 天津南部 山东中北部 河南北部 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大暴雨 其中 甘肃东南部 陕西西南部 山东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中央气象台11日18时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预计12日白天 安徽 江苏中南部 上海 湖北西部和东南部 湖南北部和东部 江西 浙江 福建大部 四川盆地东南部 重庆 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 江苏南部 上海北部 浙江南部 四川盆地东南部 重庆中西部和北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段 我们明天早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